国际资讯来看,面对中国大陆军是扩张野心 欧美国家最近时刻顶巾 美国参院军委会成员 就表示为了制约北京威胁 北约势必会伸手到亚洲 主因就是因为上周北约领袖峰会公报 不只是罕见点出示警中国大陆的威胁 而且内容提及次数还高达了15次 美国参议院苏丽文就说 这回北约风味上包含南韩、日本、澳洲 还有多位印太国家领袖都现身 也显示北约传达强烈讯号 可是北京也持续在区域拉帮结派 最近就和俄罗斯在日本海展开 北部联席2023军事演习 而根据外媒报道 去年大陆跟各国联合军演 其中跟俄罗斯就占了三分之二 创下20年来的最高纪录 另外又攜手伊朗跟叙利亚 反制美国以西方盟友 日本、南韩的意图非常明显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